2022年1月上半月 KO的旅行日记的上半月收入是1070美元 嘉河远方的旅行1200美元 868房车旅行1300美元 流浪行者957的上半月收入是1400美元 牛人旅行记底线爱伦1600美元 冒险雷探涨1700美元 穷游的四水年华的上半月收入是1800美元 享落天外1900美元 巡游轨迹2000美元 大龄去流浪的上半月收入是2100美元 小白的奇幻旅行2100美元 乐浪新流浪生活2300美元 15个旅行频道中的季军 邓小为上半月收入2400美元 亚军阿龙的旅行上半月收入4000美元 冠军十三要和拳头上半月收入4700美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